大家好,我是Lulu 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快速的8分钟家庭运动视频 那很多人说起运动他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占时间的事情 然后很多时间我就觉得,哦我今天很累或者是我没有时间抽出来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可以随时随地抽一点点的时间就开始进行运动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背部的运动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那就放下手机,关掉遥控器,开始跟我一起进行一个8分钟的运动 我们开始吧 OK,那我今天会简单有三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那我们更多的是把一个背部的感觉激活,找到一个背部发映的感觉 那么之后我们会打造一个非常美丽的漂亮的美背 一起开始 好,最后的三种准备开始 第一个动作叫做眼镜蛇 我们俯身躺在地上,腹部贴紧 然后拿我们的手做一个往后的动作 对 每一次都把手放到最后的位置 让背部的肌肉收缩 配合呼吸 好,30秒到了 我们有15秒的时间休息一下 进入下一个动作 OK 下一个动作的起始 我们的两个膝盖放在我们的髋关节下 然后双手撑地 那这时候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腹部核心收紧 我们做一个这个叫裂鸟狗动作 对 单边做十次之后 我们就换边 也是配合呼吸 对 等到我们动作到最顶端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留一下 OK,15秒的休息时间 时间过得很快哦 你会觉得我们已经做了第二轮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刷朋友圈 那你也就看了一些你朋友在干嘛而已 而不是你再跟我进行运动 对不对 好,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需要用到两个水平 普通的矿泉水平 那我们要做一个前驱 身体前驱 然后呢 肘部靠近身体 做一个往后拉的动作 对,你会感觉到 你的背后好像 有一张纸 你要把它夹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 到最顶端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个强烈的背部收缩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对了 OK 休息15秒 我们再继续刚才第一个动作 眼镜蛇 继续 这个动作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纠正我们的日常姿势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电脑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会 不自觉的就有头背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改善日常姿势 让我们的身姿 更挺拔的一个动作 对 继续 眼镜蛇 好 休息一下 进入第二个动作 我们为什么要练背呢 很多人觉得背 看不到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有美背的话 一是帮助你日常的身姿更挺拔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有背 等一下再告诉你 练鸟狗 接二轮 一边十次 注意核心收紧 不然的话你就会晃动 哦 刚才我做的是这一边 所以现在我们做 我们换一个换边 对 稍微停留一下 对 刚才说了一半 如果我们呢 我们拥有美背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 你看 女生也可以有倒三角的形状 这样子我们的腰会显得更细 为什么不呢 倒三角不是男生的专利 第三个动作 是水平补身划船 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更美的背部线条 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会有人看到 在饼端的时候 记得收缩 对 让我们的肌肉完全收缩 找到发力的感觉 那么在以后的视频中 我们就会越来越进阶 好 休息一下 其实时间很短 我们已经做了两轮的运动了 还有最后一轮 我们今天的workout就结束了 如果你没有打开视频跟着我做的话 你可能就在 好 继续 眼镜舌 注意我们每一个动作 都要做到最顶端 把肌肉收缩到最短 找到发力的感觉 配合呼吸 好 休息 第二个练咬果动作 其实这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激活核心的 很好的动作 在之后的动作中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动作都会需要用到核心 所以核心的稳定很重要 好 换边 尽量让你的臀部不要有左右的倾斜 尽量保持稳定 那如何保持稳定呢 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收缩 OK 好 最后的一个动作 矿泉水平 俯身划船 做完了你就可以喝了 我们在俯身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骨盆尽量不要有前倾或者是后倾的动作 背部保持直线 虽然我们用的是小小的矿泉水平 但是我们的动作在一开始做到最标准的姿势之后 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把力量给加强 OK 好 这个声音代表着我们今天的Worzout已经结束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很简单是不是 时间很短 但是你做到了 你就是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